我的親戚是做麻油的 所以我就只用他們家的麻油 那我只用他們家的麻油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他們是老廠牌 第二個是因為我知道它的 麻油的來源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它有這個認證嘛 就是所謂的那個 CNS 我想說CNS是國家認證 就應該是都還不錯 所以它就是 譬如說像我一定會用 就是譬如說 純黑芝麻油 就是我如果麻油機 我就只用黑芝麻 黑芝麻油 對 然後譬如說我如果 如果要用到涼拌或是什麼 我才會去買香油 因為我以前的認知是 香油應該是 它好像是有添加一些別的東西 這樣子喔 對 那我就會用這種的芝麻 它上面會寫芝麻香油 就是它是有芝麻 然後它也有油類在裡面 才拿來涼拌這樣子 確實我們國家本來就允許 所謂的調和油 所以在麻油類也是 那一般人來講 你會說香油是 其實不是 因為它就叫香油 它沒有告訴你它是麻油 所以你可以說香油是 一般來講 它可能是麻油跟沙拉油 做製成的調和油 所以有些人甚至為了讓它更香 可能又加一些香料在裡面 所以它是一種調和油 有 像它這筆也寫 沙拉油是第一個 對 所以它是 第二個才是麻油 對 它是調和油類的 那它剛才講 昌明哥說 那是不是香油就是白芝麻油呢 事實上白芝麻油 你又可以看到兩種 一種你比較常見的是 它白芝麻還是經過充分的 備炒之後再來壓油 就是它沒有那麼黑 它是稍微咖啡色的深色 它在黑麻油跟香油的中間 這就是經過備炒之後的這些芝麻 它白芝麻壓出來的芝麻油 它一樣是麻油 但它的原料是白芝麻 那黑芝麻呢 就是相對你看到通常是比較黑 然後還被炒過 可是白芝麻還有一款油 你可能比較少見 是白芝麻的冷壓油 白芝麻冷壓油 冷壓油它 冷壓油 但是它比一般冷壓油顏色要深 因為表示它備炒的時間太長 因為如果冷壓油 它可能輕微的備炒之後就壓 它甚至顏色可以比香油更淡 因為芝麻這個東西 它在經過某個 一定時間的溫度高溫之後 它有一些 所以適度的高溫備炒 對它是好的 但是一旦到你家了 因為它已經備炒過了 你又把它高溫炒 它就完全的 你就吃不到什麼好處 那冠儀你要小心 你就說有些它根本還沒有加溫 一打開你就覺得香氣似乎 對啊 就是那種 那個古早的墊香料吧 因為是加香料 照到你是打開你湊靜雯才聞到 真的還假的 對 這好幾罐就是 我打開裡面還有個瓶塞對不對 對 這裡就很香了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還真的 對 因為它就是靜雯 靜雯才聞到 它不會這樣飄香似義 這跟那個醬油道一樣 也是事後的調合 風味 風味麻油 有些是 但是這個不是 因為它本身是芝麻 它其實這些經過溫度被炒成 它就會有自然的香氣 所以如果有假的香油 會不會有那種加香精 而不是只是調和而已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就是說因為有些你覺得 真的香到一個爆香 那種香氣四溢的 對 那它就是不是自然 應該有的香味 那確實它可能調和一些香精 那個會傷健康嗎 說實在 就是它 你會不會傷健康 看看它加了什麼東西 或許你用的量 其實但是我跟你講 油你只要用錯就傷健康 你不用加香精也一樣 對 我講一個案例好了 之前有一個很妙的是 你知道我們那個 媽媽她們在產後 通常一定要來那個什麼媽媽 麻油雞 麻油雞 然後就補充奶水 對啊 還補充奶水 就覺得這樣很養生對不對 對 就有一個媽媽 她就想說奇怪 我這個小朋友怎麼一出生 就一直臭頭暖 你知道嗎 就說很多小整治 臉都是一個這麼小 就很多長痘痘 然後後來去給醫生看 醫生看看 醫生就跟他說 你先停吃麻油雞好不好 會有關係 然後回去停了之後 停去之後 小朋友的痘痘就停止長 真的假的 我們家大廷也是生產痘 太燥熱 就是有些就是因為 媽媽在那段時間吃的東西 會影響小朋友吸收到的部分 那可能第一個可能是燥熱 第二個可能就是 可能是我講的那種 已經油都已經幫你備好了 你又給它高溫一直炒一直炒 所以你一直吃到變質的油 然後你知道磨乳裡面 其實油脂的成分還滿高的 就你一直吃到變質的油 那你又吃到這些很燥的東西 對那個小朋友來講 他真的就滿臉都冒痘痘 那一陣子不但那小朋友冒痘痘 爸爸也冒痘痘 那你就知道原因了 全家都冒痘痘 爸爸是真的上火 爸爸是忍太久什麼 上火 大家都聽出來小鐘要說的 你剛剛說七月份政府規定 你以後家什麼都一定要標示出來 對 那香精他會寫嗎 也要 香精也會寫 對 但是他們對於香精的規定 比較特別是說 如果你是香料的部分 你可以只標說 我不用標什麼香料 就是表示我有加香料就好了 因為香料是每一家的 獨特秘方嘛 所以他可能不是寫香精這兩個字 而是寫香料 譬如說如果他用的是什麼香料 或者是什麼天然香料 或什麼之類的這樣 OK 那譚老師怎麼挑麻油 你會覺得說調和麻油 真的比較不好嗎 其實也不會 其實我覺得這個一樣就是看標示 現在其實標示非常 但是我覺得不要看大標 一定要看小標 對 因為大標很多很常就會說 他可能描述說他多麼好 多麼好 對 但是你一看到這後面 他就會都破功了 像這個香油 他後面其實就大豆油 什麼就都已經有了 可是因為重點就是說 好 那他調和油不那麼純嘛 我們在使用上面 他會不會沒有差別嗎 就是說你對健康 如果沒疑慮的話 吃也沒關係 是這樣嗎 對 其實基本上 他這個東西不會 但是我覺得反而在使用的過程中 就像素衣心講的 其實你在瘋調的過程中 才是一個造成最大的問題 瘋調的方法 那如果像是店家買那種磨好的 是不是也是不太好 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我個人想買的話 我會除了像這個 萬一他可能是認識這個油箱 那當然還好 像我等一下要用的麻油 就是這個 就是從重到一直到壓榨 都是同樣一個人 他自己弄出來 那我當然覺得這是OK的 但是基本上的話 如果我是到外面去買 我覺得我會買這種罐裝的 完整的 那我比較不會去買那個03裝的 我覺得這是比較沒有保障的 一個方式 那我可以請問一下 像這個麻油 它到底要怎麼保存 是不用冰嗎 還是也要拿去冰 其實基本上出炸的有 所以這個東西 不能放在這個熱的地方 而且要閉光 所以最好是買回來之後 如果你打開的話 像我個人會把它放到冰箱去 那要不然就用這個鋁箔紙 把它包起來 遠離這些爐火 一些這些什麼電器 但是這個油只要有油耗味 真的就不能用了 這個麻油 就傳統我剛才說 祝月子要麻油 我們女性的朋友都認為說 它營養價值非常高 但顏醫師 你自己在這種醫學上面的 你們會去測養分之類 它真的有特別好嗎 其實從醫學觀點來看 其實 這麻油它屬於植物油 它有八成以上都屬於 不飽和脂肪酸 有蛋鹽的 有多鹽的 其實還滿不錯的 所以因為它算是 不飽和脂肪酸成分比較高 所以多次的話 其實可以減少心血管疾病 可是它裡面有一些抗氧化劑 像維他命E也都不錯 所以我想麻油 因為它畢竟是植物油 所以它對我們人體是好的 不過不能過量 你們就能夠驚き